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理性的权味 在西方现在这个现行的民主模式下 民粹主义几乎是必然的 民粹主义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 就是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 提供了传播的渠道 它不受任何的限制 那么我们要如何准确地来界定民粹和民主呢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定位中国 也读懂中国 民粹主义呢不是一个新事物 但是这些年啊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我们越来越能看到民粹主义 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运行 还有社会治理方面的种种影响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席卷西方的民粹主义 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的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维维教授 欢迎 还有旅法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 宋鲁郑先生 欢迎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演讲环节 先把时间交给张教授 有请 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西卷西方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这几年成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 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美国在2016年选出了特朗普 那么他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常于利用民粹主义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呢 在英文中民粹主义的表述是populism 一般翻译成民粹主义或者大众主义或者平民主义 一般呢指就常于哗众取出 打民意牌 甚至招摇撞骗 不在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只在于情绪的宣泄 一时的喝彩 或者选票 那么政策也是随大众情绪摇摆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理性的缺位 最终给人民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 那么早在十年前我和历史中介论作者福山的那场辩论中 我就对他说过 我看衰西方这个民主模式 一个重要原因是 这个模式没法解决 我叫低智商的民粹主义问题 当时我用的英文是叫simple minded populism 那么美国政治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且我认为会越来越严重 当时福山先生回答很自信 他说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 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一些人 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 我们有自由的言论权 有自由的评论权 所以从长期角度来说 人们最终还是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记得我当时这样回应 我说你很乐观 认为美国会汲取经验教训 不被民粹主义左右 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 民粹主义会越严越烈 越来越严重 而且是一个大趋势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 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问题 那么十年来 特别是2016年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 和英国脱欧的公民投票 以致今天特朗普疫情防控 如此溃败 治国理政 如此荒腔周板 但是还是得到美国近一半选民的支持 我们可以说就是 也可以看到西方民粹主义 愈演愈烈 民族的品质 每况愈下 那么西方这种低智商的民粹主义 最终我认为将毁掉西方的未来 至于林肯的这个表述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 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欺骗一些人 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这个语言本身是很有魅力的 我们过去学英文都背过的 在哲学层面也是对的 但这个现实是非常骨感的 因为我们研究政治一定要了解 政治有很多维度的 有这个时间的维度 有空间的维度 有成本的维度 我多次讲过这个例子 如果你丢了手机 用哲理的方式宽慰 你说没关系的 你这个手机还在地球上 这能解决问题吗 在西方现在这个现行的民主模式下 民粹主义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选举政治使然 政客为了拉选票 就要讨好选民 就要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 开出各种各样的 直接的间接的福利支票 那么这种民粹主义政治 直接后果 就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 都成为债务深重的国家 都是英尺卯粮的国家 那么英国自由主义旗舰杂志 经济学人早在2014年 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 反思西方民主 这文章就承认说 对民主最大挑战 既不是来自上民 也不是来自下面 而是来自内部 来自选民自身 那么实践证明 就是柏拉图 有关民主制度 会使公民 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 这种担忧 充满了先见之明 这些政府通过借债 来满足选民的短期的需求 忽视长期的投资 结果就有这样的结果 当然了 我刚才讲这些民粹主义 是一般意义上的 西方民粹主义 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是 近年出现的 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 这种民粹主义的政治 经济 社会出现深刻危机的时候 就兴起了 它很像 德国上世纪 三十年代初 魏马共和国时期 希特勒利用德国百姓 对于经济社会危机的不满 特别对严重失业的不满 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 轻而易举的 在1933年 获得了37.4%的选票 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 最终祸害了德国 和整个欧洲 整个世界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就是2016年 特朗普获胜的美国大选 它的背景是 美国多数百姓 这个34年的实际收入 如果你扣除物价 几乎没有多少增长 那么中产界规模 不是在增大 而是在缩小 再加上新媒体的卷入 金钱的卷入 人工智能的卷入等等 这一切为反制 为谣言 为民粹主义人物 走上政治舞台 提供了温床 2008年 美国引爆这个金融海啸 使美国百姓 财富平均减少了 大概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但美国的财富 在这样的时候 还在继续向最高数的人群 很小数的人群聚集 造成巨大的灾难 这种金融扩张 没有被遏制 而政治人物 包括在这个2008年 给美国人带来 激动人心的承诺的奥巴马 最终也向华尔街屈服 把国家的税收 用来拯救美国的超级富豪 引起美国民众的普遍愤怒 美国人相信 可以实现美国梦的人数 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 尤其是年轻人更为悲观 一半以上的年轻人 已经不相信资本主义 是最好的经济体系 过去这个都是 他们新自由主义主要的观点 那么美国的社会流动性 任意下降 精英任意世袭化 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越来越少 美国的建制派 是严重脱离美国的国情 那么他们对美国老百姓的 真实生活不闻不闻 我记得2006年 就是特朗普的竞选对手 希拉里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 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说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 一半是一群可悲的可怜虫 英文叫做 Basket of deplorables 他们是种族主义者 是性别歧视者 是恐惧同性恋者 是仇外分子 是恐伊斯兰者 等等等等 所以你怎么说他们 另一半支持者 是觉得政府让他们失望 或者经济让他们失望了 总之觉得没人关心他们 就这种美国社会政治精英 对社会许多大众的嘲弄和蔑视 也刺激了反建制的 这个民粹主义思潮 进一步蔓延 直至今天这种 覆水难收的地步 到200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美国政治的民粹化 事实上分成了两个极端 一个是以桑德斯为代表的 左翼民粹主义 一个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 右翼民粹主义 桑德斯的民粹主义诉求 比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相对要纯粹一点 他主要目标集中在 消除美国的贫富差距 保护劳工权利 反对不平等 他们反对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就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 还有就是美国劳工阶层 视为威胁的全球化 全球自由贸易 还有跨国公司 那么从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 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这个立场 没有太大的差点 那么正如如此 我们看到的民调 就在特朗普和桑德斯选民之间 产生了两党多年来 第一次的高度重叠 一个右翼保守主义的新闻网站 The Judge Report 在一项民调中 他让被民调的人 选择一下他们喜欢 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 实际上桑德斯的这个得风 仅次于特朗普 这都是保守的 亲共和党的选票 那么换言之 在经济民粹主义方面 特朗普和桑德斯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而且他们两人都体现了 反建制 反精英的特点 使他们得到美国左右两派的 许多民众的这个认同 但在政治立场上 两者差别巨大 对于桑德斯的拥护者来说 美国的问题全都在于资本主义 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把拥护桑德斯变成一种时尚 那么这些人对现有的 美国民族体制不满 但仍然认为 这个民族制度是可以改善的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 美国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 而是文化民粹主义和种族民粹主义 这体现在特朗普的反移民 美国利益优先 赤裸裸的这个白人至上的立场 特朗普不断地抛出 各种招摇撞骗的极端的言论 什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 每年四千五百亿美元 是掠夺美国 什么中国偷走了 本该属于美国的工作机会 什么新冠疫情 是中国病毒造成的 什么墨西哥移民都是强奸犯 什么穆斯林就是恐怖主义 等等等等 典型的民粹主义言论 那么我觉得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 是理性的缺位 就政客通过划纵去处 甩锅他人 赢得部分选民的喝彩 和一些选票 但他无法理性地 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更不要说谋划 自己国家的整体力和长远力 那么这次美国疫情 防控全面失控 是这种极端民粹主义惹的祸 因为这波极端民粹主义 带来几个问题 一个是把这个没有道德底线 毫无执政经验 却能说会道会表演的商人 选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结果自然是将帅无能 类似三军 祸害百姓 第二 是民粹主义使社会充满了对抗和争议 贫富矛盾 种族矛盾 身份矛盾 集中爆发 根本无法形成关于抗议的这个 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结果只能是各自为政 各管各的 连一个全国统一的抗议计划都没有 三日在民粹主义思潮下 政府和权威机构的公信力 丧失殆尽 民众不相信政客 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科学权威机构 不相信主流媒体 同样 总统和他的高级观点 也不相信科学权威机构 也不相信主流媒体 结果全社会连戴口罩的共识 至今都信不成 整个国家曾为此付出 无比沉重的代价 欧洲的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民粹主义也十分泛滥 传统主义这个 主流政治力量的博弈 也很激烈 那么欧洲民粹主义主要表现的是 反移民 反难民 反欧盟 反精英政治 深层原因也是 就经济危机下 大背景下 贫富差距拉大 许多民众有强烈的被剥夺感 而传统的欧洲的政党 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外来移民 难民 成为替罪羊和攻击的对象 那么英国脱欧 一般是看作是 英国在欧洲民粹主义的一个胜利 最近欧洲民粹主义政党 开始出现一种跨国合作的趋势 法国国民联盟 意大利联盟党 德国选择党等等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也在拓展欧洲层面的合作 超出他们国界在欧洲范围内的合作 他们想改变欧洲的政治生态 另外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事主义运动 现在很快地就可以传染到欧洲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 比方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很快就蔓延到欧洲很多城市 那么这次新冠疫情爆发 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团结精神 这个弱点明显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我记得意大利的疫情失控的时候 急需要其他欧盟成员进行帮助 但欧盟国家没有一个伸出援助之手 甚至出现德国扣留 意大利购买的口罩等等这种情况 所以孤立无援的意大利人愤怒 虽然后来法国德国采取一些不救行动 但欧洲民间对欧盟团结战役的质疑声 声浪不断 那么疫情下为摆脱经济困境 欧盟尝试发行叫做抗疫债券 但德国和荷兰一些国家坚决抵制 所以现在有一些欧洲层面的战役 帮助这种财政计划 在总体前进不容乐观 那么欧盟的成员仍旧为了自身力互不相让 有一种就是貌合神离的感觉 同甘苦是可以的 共患难是不行的 那么跨成员国的团结精神极为有限 所以我的感觉是民粹主义确实正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 那么这次与新冠疫情参合在一起 是欧美国家都面临新的巨大的挑战 民粹主义摧毁了社会共识和政治信任 加重了新冠疫情 而新冠疫情又带来了灾难 反过来又使社会更加分裂 社会更加民粹 所以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么西方民主模式 现在已经基本上演变成一种 我叫做游戏民主 观点我讲了十来年了 就是民主等同于竞选 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 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 拼资源 拼公关 拼谋略 拼形象 拼演绎表演 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 只要有助于大胜选战就可以 这种游戏民主 无疑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最丰富的土壤 和最合适的温床 实践证明 西方现有的政治制度下 民粹主义问题是无解的 除非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 那么西方民主的理性人的假设 权力的绝对化 将金钱和社交媒体的大规模的卷入等等 都意味着民粹主义问题将长期化 乃至永久化 从而是欧美整体的实力 我想会难以逆转的一路走衰 是我的基本的判断 那么实际上这个民粹主义 对中国的治国理政也是一个挑战 但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模式下 总体上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应对民粹主义问题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有时间专门来谈一次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张教授 刚才在演讲当中张教授说 民粹主义尤其是极端民粹主义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巨大 甚至是一种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有请旅法学者宋鲁正先生 继续来发表你对民粹主义的见解 有请 民粹主义呢 确实不新鲜 但是这一轮发生在西方的民粹主义 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它席卷了西方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美国和英国 这和三十年代主要是在德国 还是非常不同 现在后果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确实是触目惊心 现在大家肯定是要想 这一轮的民粹主义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解药 原因呢 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 就是贫富差距 其实贫富差距呢 也是个老病根 但是呢 这次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变了 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 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呢 它可以非常合理的 配置资源 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说 但是对具体的某一个国家来讲 却未必然 比如说 苹果手机 是美国人发明的 但是呢 它是在中国 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 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分享到 苹果这个产品 发明出来的利益 只有苹果公司 少数的精英 他们是获得了垄断的利润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自动化 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它导致很多传统产业的岗位 消失掉了 我们知道特朗普啊 上台以后 指责我们中国 或其他一些新兴国家 由于你们 我们才失去这些工作岗位 但是根据美国自己人的统计 其实90%的岗位啊 是由于这个技术进步造成的 像铁锈地带 这是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经济的金融化 金融化 包括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技术进步 它的后果也是一样 就是获利的只能是少数人 华尔街也好 或者是技术发明者也好 多数的民众 他们不但分享不到这个利益 反而是受损者 所以说呢 这三个原因呢 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包括中产阶级萎缩 所以这是第一个 民粹主义在西方崛起的原因 我可以认为是一个 时代进步 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它呢 西方的种族结构呢 突然发生了 非常醒目的变化 这个原因呢 其实要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后 当时呢 二战以后呢 欧美呢 出现了一个经济起飞 这导致呢 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因为二战嘛 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战死了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从以前的殖民地 大量的引入 外籍劳工 既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 是吧 还发展了经济 当时呢 确实是双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现了两个后果 谁也没有想到的后果 一个是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西方的出生率迅速的下降 这大概是一个规律啊 就是经济越发展 出生率就会越低 但另一方面呢 这大量引入的外来移民呢 他们依然维持着 非常高的生育率啊 就有种种原因 文化上的原因也好 宗教信仰的原因也好 这样呢 随着这种时间的积累 这种种族结构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数据啊 欧洲 大概是到2050年 就传统的白人会变为少数 而对于美国来说呢 它也是 是有类似的现象 当然美国呢 主要是拉美裔 就是美国的白人 到2050年左右 会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因素 就导致了 民粹主义的高速崛起 当然了 我之前还要讲两个技术因素 就你有了民粹主义 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 还有两个技术因素 一个呢 就是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 第一 它给民粹主义提供了 传播的渠道 它不受任何的限制 就是它有所谓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你不能去限制它 它可以通过制度性的这种渠道 就迅速地传播开来 尽管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害的 但是由于它这种制度设计 你没有办法去阻挡它 去解决它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降低了传播 还有这个政治参与的门槛 像特朗普 我凭借一个推特 就能打败所有的传统媒体 它是零成本 本来呢 像它这种政治人物啊 在传统媒体下 还是有办法制衡的 但到了互联网 这种领域 它就完全没有办法 当然大家说 特朗普 他执政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还是要规议 他的制度设计上来 他这种制度设计 就给了民粹主义者 参与政治 甚至获得政治权利的 制度性通道 所以说贫富差距 还有种族结构 再加上互联网 和它的制度 这两个技术性的因素 两者实现了一种 完美的结合 所以说 现在我们看到 欧美的民粹主义 是越演越烈 其实我分析完的这个原因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你想全球化 技术进步 金融化 这都是时代潮流 谁能逆转呢 特朗普是想逆转 逆转和中国打贸易 打了四年 结果呢 中国的贸易生产越来越大 美国的贸易产产 也是越来越大 没有任何的作用 包括互联网 谁能逆转互联网 谁能到处到互联网以前的时代吗 这也是不可能的 然后它的制度 几百年了 你让它改变吗 做这样大的改变是可能的吗 所以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问题 我们也知道 原因也知道 但是就是没有解药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宋先生的演讲 好 谢谢两位 两位通过演讲 对民粹主义 和极端民粹主义 可以说是剖析得很清楚 不过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让大家有助于 对这个民粹主义 有个完整的认识 民粹主义 有没有积极作用呢 这个 我个人这样看 一旦如果真的把它定为 民粹主义的话 它肯定是 消极面 多于积极面 因为它的特点是 理性的缺位 或者我们今天讲 就是不太讲科学 不太讲理性 过去欧洲 启明一路 特别提倡这个 实际上 你看疫情就看得出来了 欧洲这方面 美国这方面 都比较少 繁殖的力量很大 但如果是一个 明智的执政者 他会从这个 民粹的情绪中 或者表现中 看到很多问题 而不是去利用这些东西 把这个民粹 变得更加民粹 但就像您说的 关键在于 你从这个里头 你解读出来的信息是什么 以及你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 所以宋明一人 您的观点 民粹主义 如果利用好的话 它能有一些什么作用 如果说是这个政府 或这个体制 它有能力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说 它是有正面意义的 它能让这个体制 这个执政者 想到 原来这个问题 这么严重 原来是它有这么大影响 我确实要花出很多的精力 去重视它 去解决它 只能说 那是 从这个角度说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 对 我和宋老师都在法国生活过 法国这个国家 实际上 它过去 这个民粹主义传统非常强 我总结过 这个法国的历史 当时的法国大革命 它带有民粹性质 结果你发觉没有 就是一个运动 比一个运动 激烈 你像这个罗岩福本身也是革命者的一部分 就到后来就是出现雅各宾 把他给送上断头台了 就叫做他讲了这句话 自由多少 这个罪恶都是你的民意 也进行的 最后也这个就是民粹 但是后来逐步逐步地 这个到戴高了时期 这个政治制度稳定下来了 但你看现在民粹还是很厉害 暗流汹涌 背后就你讲的很多这个深层次的危机 你没有解决 民粹主义的催生 它一定是有深层次的 甚至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对 所以想听听江教授 您的观点 您觉得是完全没有解药吗 无法改革 就理论上 这要努力也是可以改革的 所以他们有些学者提出一些改革方案 只是非常难以进行 因为以美国为例 资本的力量太大了 而且现在你比方说 这个美国资本力量 一个最主要的是华尔街的力量 华尔街的力量 它对这个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兴趣 因为它是从全世界贪婪吸尽的 并不是只是从美国 所以它就是没有这么强的需求 你的政府烂也没关系 好也没关系 反正是我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可以了 如果它没有办法解决 它有没有可能缓和一些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对整个政治制度 包括社会治理的运行影响那么大 其实现在西方的改革 主要障碍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 完全地固化了 就都没有办法去撼动 其实很多问题 比如说种族结构问题 我就给他们西方学者 法国学者 我就给他提过建议 比如说你们能不能搞计划生育 我说你们法国人 自动地不愿意生孩子 自动在搞计划生育 但是有些少数族裔 他们生的很多 你如果用这个政策的话 表面上看 是真对所有人 但实际上是限制他们 他们说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因为这是违反人权 你看到吗 绕来绕去 都撞到它价值观上去了 至于西方能不能改革 就是看你这个代价 或者灾难 到了什么程度 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不撞南墙不回头 1840年 我们被英国打败了 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个例外 对我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改革 直到1860年 英法联军占了我们的首都 皇帝都跑掉了 原本也烧掉了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我们需要向西方学学它的技术 开始搞洋务运动 只是一直到了1895年 甲午战争之后 我们才彻底醒悟过来 我们真的是落后了 所以说现在西方呢 它的灾难 其实是刚刚开始 它还远远没有到 他们的甲午时刻 但我就担心什么呢 真到那个时刻 可能就晚了 但是事实上 它还没有办法 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思考 到底整个制度运行 哪里出问题了 那我们刚才在说 这个西方的民粹主义 西方 其实我们知道 美国欧洲 都在这个范围里头 可能它的民粹主义的表现 包括这个根源 还不完全一样 那两位对美国 对欧洲都很熟悉 也想听听你们的分析 它的表现不一样在哪里 我觉得相对而言 就是美国的民粹主义 比欧洲还要严重 一切在比较的 所以现在很多 美国这个学者 你不知道 Stiglitz 它的改革建议就是 学习北欧 但北欧也有民粹主义 一个重大差别就是 在美国 它这个宗教的影响更大 去教堂的人 远远多于欧洲 你以法国为例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 但是多数人 已经不去教堂了 你问他是不是姓教 他说无意 他说是的 但他说不去教堂的 美国是教堂 周末是人满为患的 那么这个宗教 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你看到 讲的反制 很多和这个有关 他不信科学 那么这个也是 民粹主义的温潮 一些很简单的 特朗普的责任 人家一看就是 胡说八道 他们信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相比而言 欧洲民粹主义 比美国要弱一点 那么美国如果 一步能够增加一点 欧洲哪怕是 它的一些改革的方案 欧洲平复差距 相对而言 比美国还是小一点 欧洲社会主义元素 比美国多很多 所以这可能 是两者的差别 那它的民粹主义的表现 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极端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些年 欧洲很多国家 也是深受民粹主义之苦 各种各样的运动 也是层出不穷 我觉得欧美的民粹主义 共性其实还是很多 差异性的 我是看到这一个点 就是他们针对的对象 不一样 就是欧洲 它民粹主义 主要针对的欧盟 对外是针对的欧盟 就他们小错误 对内呢 主要是少数族裔 而美国呢 它呢 对外针对的是整个世界 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 它针对的是整个世界 对内呢 主要针对 像黑人呢 或者是非法移民 它针对的 包括呢 因为他们政党政治呢 已经极端化了 还包括针对 就是和我立场不一样的人 就他们就针对对象呢 我觉得是有所差异 就针对对象 有差异 这是可能欧美的 民粹主义表现 最大的一个不同 其实大家也挺纳闷的 就像我们在回溯 这个历史的时候 都会觉得一度 大家都要向西方学习 学它的科学理性进步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也挺纳闷 这是怎么就慢慢丧失了呢 它的丧失 跟民粹主义的种种表现 真的是有关系吗 多大的关系 就是我过去讲的 这个叫做 我叫新愚美主义 过去它这个 所谓启蒙运动 就是从中世纪的愚美主义 解放出来 用科学和理性 这当中我曾经专门讲过 实际上中国是有贡献的 他们从中国 非宗教的文化 平民的文化 这个世俗的文化中 集取很多东西 但你看现在又回到 一个宗教影响更大 这样的一种情况 很大层当就是 跟特别是冷战 所谓胜利之后 他好像觉得 这个世界终结了 没有他对手了 我就是绝对好 欧洲中心有捐徒重来 结果就傲慢了 实际上我们自己 在西方待着 我讲了好多好多次 真的你们应该 向中国学习 我说中国是改革的专家 我们每年每月 每天都在谈改革 这个也是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 这个问题 包括你刚才讲的 对吧 用计划生意的方法 我们实事求是 哪怕作为个建议 他们现在作为建议 他考虑都不考虑 是不行 他就是价值观第一 我们叫白左 这个东西 有时候最后发觉 他受害了自己 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非理性的 这个价值观固化 我是非常赞同 张老师的看法 往这就举个例子 一个小城市 就是市长 有召集大家 包括市民代表 一起来开会 就讨论 怎么接纳难民的问题 有几个人就提建议 难民来了以后 我们这个治安怎么办 结果你叫这个市长 不然大怒 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是自由的 可以离开这个国家 他让自己国家民众 选民离开自己的国家 而接纳难 就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质疑 一些问题 那治安问题也是个问题吧 你这个接待能力也是个问题吧 但他就认为你是在反对的 所以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确实是价值观 已经固化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老讲 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 十四九十 现在就西方很难做到 十四九十 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和对他们看中国 都有这个问题 不过你讲的是 白左的一面 但另外还有一面 因为我们在国外长期生活 它实际上特别在最底层 它这个情绪非常敌对的 你比方说在法国 如果你碰到一个 法国的穆斯林 他完全在法国出生 法国长大的 你跟他的朋友 他会跟你讲这么话 他说我天天都受到歧视 他说你比方说 穆斯林的名字很多 叫穆哈摩德 他说我叫穆哈摩德 他说我只要是 求职信里边 有着穆哈摩德这个名字 没有人来口识面试我的 这种情况就是 真正在这个社会层面存在 就在社会它没有和解 它是毛的根深蒂固在那 那政治人物 特别道定层次 你刚刚讲的一些 他因为有个公众的身份 这些价值 我天天在讲 在捍卫的 所以他不得不出来 继续捍卫这个价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挺虚伪的 而是 就是看到这些矛盾的时候 他们不是着眼于去 解决这些矛盾 而是可能价值观先行 价值观固化 说一些政治正确的话 但这些话 因为没有实际行动 反而某种程度上 只会让这种情绪 更加的强烈 不利于解决社会问题 您刚才在演讲当中 特别还留了个尾巴 其实我挺好奇 您说了社会主义制度 可能会比较好的 可以应对 民粹主义的挑战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话题 所以想先请您预告一下 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对 这以后可以 咱们做一次这个演讲 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 就是我们实际上 从古代的时候 从孟子的时候开始 它就有着概念 民意和民心 这两个不完全一样的 用今天话 叫民意如流水 一小时前后 都可能变 特别是 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出现 我们先讲 让子弹飞一会儿 对不对 还有一个民心 民心是个相对稳定的东西 它不是变来变去 我们讲民心向背 民心大如天 所以古人他都有这个智慧 如果你说这个治国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模式 它是叫民心治国 就民意它可能反映民心 也可能不反映民心 这就是执政者 你要有办法判断的 然后呢 民心是个人民的 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它不可能一个小时 变来变去的 多少年的不变 相对稳定的 所以坚持这一点 那么有这个大的思路以后 对你分析很多问题 处理很多问题 你就有一个政治层面的 大的思考 这个非常之重要 我们领导人是有这个的 我们体制也为这样做了安排 对 就像您说的民意如流水 但关键我们怎么去把握民心 我们是釜底抽心 针对问题 解决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民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解决好它 我们解决的是根子上的问题 对 比如说皮肤差距 是吧 改开放以来 确实我们屏幕差距扩大了 然后呢 我们政府就开始 进入进去解决它 像全民脱贫也好 是吧 就是这个转移分配也好 是吧 只要你从根子上 把问题解决了 是吧 它又难以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我们这个制度设计 它能够避免西方 就是民粹主义 可以泛滥传播的这种现象 我们不给你提供这样的渠道 对这个社会有外汉的言论 我们是要控制的 是吧 不能让你放任自流 另外呢 我们这个制度呢 不给民粹主义 提供参与这种渠道 特朗普这样的人物 可能哪个国家都有 但在中国 是吧 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机制 选拔的机制 就完全就讲 这样的人物 就排除出 排挤出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成功的做法 那今天的 就这个席卷西方的 民粹主义 我们继续来听 我们观众的提问 观众可以想提问的 告诉我 这个朋友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郑姐 是一名大一的新生 我想请问两位老师 就是西方民粹主义 一方面它与极端的民族主义 相融合 引发了一系列的 如脱欧 黄马甲运动 等政治事件 那么这种民粹主义的异化 它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抬头 它如果真的出现了 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应对措施呢 谢谢老师 请坐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聊的最后一个点 我们观众提了一个相关的问题 先阐述一下 为什么问题在西方会 这个蔓延的这么厉害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跟他们自己 我觉得太傲慢 你看这个互联网的出现 特别在美国出现 它马上把它这个 整个互联网 全部政治化了 用来推动 世界范围内推动 颠覆所有跟它不一样的政治体制 叫颜色革命也可以 阿拉伯之春也可以 到处在三风点火 叫推特革命 结果你发现没有 火刷到自己了 自己身上了 所以很多人讲这个 美国的精力颜色革命 或者美国之春 去年这个我们节目也提到的 就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受众 都是不看纽约时报 不看CNN的 他们就看推特 看Facebo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中国我就前面讲的 开始互联网兴起之后 社交媒信之后 我们也比较松弛 所以出现了民粹主义 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有的一下就变成很大的事件 背后确实 为什么现在这个 大家对工资这么讨厌 就当他们兴风作浪 中国任何一个 芝麻大的事情 它无限地夸大 背后就很简单 就是创造敌对 创造对抗 而反政府 基本上这样一个思路 好在我们确实是 花精力把这些问题 逐步逐步在化解 当然这个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就是不足我们也就是知道怎么跟互联网上的各种民粹主义思潮 来进行这个较量 斗争 最终把这问题处理得更好 就是这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面对这样的一些反应的时候 我们政府部门怎么做 这个确实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跟西方不同 我们是把它分开的 民粹主义我们又遏制 但它反映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 好好地去解决 所以说第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要解决好问题 这次新冠疫情 中国体现了超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西方也有一个能力 也很厉害 就是他们不怕出问题的能力 也很强 也很强 第二 就是我们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会去利用民粹主义 大家都有共识 民粹主义是危害这个国家 危害这个民族的 我们都要反对它 像美国 像特朗普 他要利用民粹主义 包括欧洲 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第三个办法就是 我们这个制度确实是 它能够有效地遏制住 民粹主义的传播 民粹主义的人物 你也没有办法参与到政治上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这边 有没有朋友要听 来 欢迎这位同学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方建敏 现在是一名学生 我注意到的民粹和民主 虽然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就比如说民意 然后民粹呢 经常也会和民主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们要如何准确地 来界定民粹和民主呢 还有就是 我们在民主化的过程中 是不是必然会伴随着 民粹主义的产生呢 谢谢 好 请坐 这位同学也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 民粹和民主边界在哪里 如果从中国人的视角 就是有民主而没有集中 往往是民粹 如果是有民主又有集中 往往就不会是民主 就是真正的民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读 应该很容易让大家理解 是 就是你光有民主 在西方国家 好像什么都可以说 只有没有集中 结果造成就是混乱 连个戴口罩 没有定论 还在争议 那么你有个集中的话 它就不一样了 当然这集中也是一种 就是要有机制 要一直能够做法 要有制度安排 使它真的能够一种 比较靠谱的 这个有道理的 有理性的 这样的一种集中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民粹的问题 我觉得张老师 刚刚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你看我们之前也说 这个科学理性 到底它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集中 我补充一下 一点看法 西方这个民主 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制度模式 民粹它是一种思潮 在任何制度下 都会有民粹 并不是说是 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下 才有民粹 不是的 任何制度下都有民粹 但是有一点 只有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 民粹之旅才能够迅速地传播 迅速地扩张 甚至能够获得政治权利 这是和它这个制度设计 是有关系的 好 我想这样两位一解释 你应该明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还有没有朋友要听 来欢迎 三位好 然后我叫鸾思瑞 然后是一名医药技术服务的工程师 然后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从08年以来 这个经济危机以来 部分西方国家 一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然后同期 他们社会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思潮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以及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 民粹主义的政党 在不断地扩大力量 甚至在一些国家 已经拿到了这个执政的权利 那么在这些 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的 中国人和中资企业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金融危机 使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 中产阶级缩小了 又资产减少了 既然生活水平下降 工资减少 收入减少 它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抱怨 对吧 抗争啊 游行啊 这个等等的 情绪的表达 意见的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 民粹主义人物容易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机制 把这些抱怨 这些问题能够解决 美国就这个问题 就是奥巴马是 反而把大量的税收的钱 用来帮助这些富人脱困 那么我想这个是有直接原因的 另外这一点是很真的问题 就是我记得耶鲁大学那个女教授 叫阿米川 就是写那个虎妈的那本书的那个教授 叫蔡美 对 蔡美 她写过一本很好的书 中文可能没有翻译 叫World on Fire 在这个燃烧的世界 她就讲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向全世界到处输入民主 和输入市场原教旨主义 结果带来的是这些国家的少数主义 往往是首先受到冲击的 为什么 就是你一搞这个一人一票的时候 然后往往就社会就分裂了 分裂的时候呢 少数主义特别是富裕的 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东南亚的华人 都是马上就成为主要的攻击的对象 那么他有这股劲儿 但是往往在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 出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变穷的时候 这个政客总是找替罪羊的 那特朗普这是很明显的 讲这个China Virus 现在还在讲这个 这个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非常不利 所以这个在外的华人也好 我们中子企业也好 我觉得这个要提高警惕 然后要注意尽量联合 就是反对种族主义的团体啊 民众啊 一起来反对这种种族主义的行为 经济危机呢 是一个原因 对经济危机的应对 是另外一个原因 像美国为什么发生了 占领华尔街运动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场危机和华尔街 是特别干系的 但是政府是怎么应对呢 是给了华尔街大量的援助 很多华尔街的巨头们 拿着钱是吧 去度假 这种老品当然是看着非常的不满 就危机和危机的应对 都有问题 这对中国的影响呢 我觉得欧美的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欧洲的民粹主义呢 它对外针对的是欧盟 对内呢 针对的还是一些少数族裔 还不主要针对我们华人 这是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 至于美国呢 确实会对我们华人啊 包括中国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啊 另外呢 我们可以以意大利为例子 意大利呢 就是民粹主义执政了 但是呢 它加入了一带一路 它签署了一带一路 被忘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民粹主义这个执政者啊 第一它没有价值观的包袱 我支持中国一带路又怎么样呢 第二呢 就是它们是反对欧盟的 欧盟对它没有什么援助力 欧盟可能不愿意它签 但是我就愿意签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啊 经常被质疑 说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人才 就你不具备执政能力 所以它为了证明自己 有这个执政能力 它就需要搞好经济 那现在谁能够对它提供帮助呢 只有中国 所以这几个背景啊 未必然对中国不好 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子的 好 但是综合两位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外的 尤其是在这个 被民粹主义席卷的 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人 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看我们今天讨论民粹主义啊 也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新事物 如果随着整个全世界 面临发展的挑战 贫富差距的存在 再加上互联网时代 这个技术因素的存在 它确实在一些地方 越燃烧越厉害 每个地方可能多多少少 都会遇到民粹主义的挑战 那今天呢 我们分析的是西方世界 两位也特别说到 其实社会主义制度 咱们中国对民粹主义 我们应对的挑战 是比较得法的 所以未来呢 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深入地探讨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就面对这样一个 巨大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制度如何体现优势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谢谢两位来到节目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关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这就是中国官方账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